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現在要來介紹我們的車友 廣志 嗨 廣志 打個招呼啊 大家好 我是廣志 我們剛剛講好第一個問題在問什麼 我有點忘記了 為什麼要開始賽車 對 喜歡上賽車的原因 國產上因為喜歡上車輛設計 開始玩模擬賽車遊戲 後來變成疏解負能量的方式 漸漸開始喜歡上賽車 想當職業的廁所 很酷耶 欸 他的稿早就先擬好了 太誇張了 我也要先擬 以後我上F1的時候我要講什麼 然後來 第二個問題是 我們怎麼認識的 在立保賽車營 那時候有報名老師的立保賽車營 然後上課之後就開始認識了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 來 各位車友看一下 你看 老師現在的i車 現在變成他的 來 講一下 為什麼從出租車 那種營業車 然後現在到 想要進入競技車的領域 主要是因為速度感不一樣 然後他可以練比較多技巧 因為他的速度感和彎道 還有他的車架都不太一樣 所以成績也會比較好 然後如果日後要當職業的比賽的話 練卡丁是一個最基礎的運動 這是真的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問題 今天是他第一天下場 你今天開幾場 今天早上三節 然後剛才又一節 四節 四節 好 他初體驗這四節 來 告訴一下車友 開這種車的感想是什麼 而且我先講 這一台車馬力還沒全開 現在大概限制百分之 它有限 對 有限 現在大概是百分之八十 八十左右的出力而已 對 來 告訴一下 就是你開這八成出力的感覺 八成出力的感覺就是 在直線的時候它會直接 你踩已經全油了 然後你忽然感覺會被推一下 因為它的後軟器也遠銀的樣子 然後你的速度就會變得非常快 所以剛才是如果沒有習慣的人 會覺得很害怕 因為我是已經習慣了 所以說還好 只是說就是彎道可能要在提高它的極限 因為彎道開的比較慢 還沒有熟悉整個載道 好 好 期待你用這個比賽拿出好成績 用那台比較快 那是說我這一台啦 這一台是絕對好成績不用講的啦 而且也要看人啦 沒有沒有沒有 下次它開我的我開他的 對對對 撞掉都算拿的 下次來晉級換你升級 繼續繼續再升級 如果它輸我就平常可以熟了 真的 真的 要幹掉老師 要努力一點 這是真的 因為老師也很努力 OK 好 謝謝各位車友啦 謝謝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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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